你 麻烦通报一下 老师 各位老师 我回来了 小三 怎么样 他没有为难你吗 没有 独孤前辈对我很好 弗兰德院长 独孤前辈愿意来我们学院当顾问 什么 我 不行吗 你说的是真的 他说不会一直留在学院 就是个顾问而已 独孤伯虽然一向肆意妄为 但也言出必行 独孤前辈 您好 我答应小怪物 来你们这里当个顾问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 愿意 当然愿意 您的到来 简直令使来个黄毕生辉啊 既然你们答应了 给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就行 唐三给你们送回来了 爸 我累了 先带我去休息吧 前辈 您随我来 小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老怪物居然可来咱们学院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是因为 我们比较投缘吧 有封号斗罗坐镇 对我们学院来说也是件好事 老师 大家还好吗 小五 你还好吗 他们都很好 这半年来进步都很大 我之前只跟他们说 你去闭关修炼了 你倒是回来的正是时候 戴木柏正在冲击四十几 也许过两天 我们就得陪他去猎杀魂兽 获取他的第四魂魂了 老师 我想去看看他们 你才刚回来 不先休息一下吗 我不累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呢 那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 二龙 你们先去忙吧 老师 你和二龙阿姨 小孩子别问这么多 走吧 你的伙伴们都在拟泰环境修炼呢 小三 你和独孤伯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独孤伯的语气 他似乎欠了你人情 起先是因为独孤燕 将我战胜他的情况 告诉了独孤伯 令独孤伯 对我的八珠魂骨产生了兴趣 这才将我抓走 后来 恰好被我发现 他独宫里的一些缺陷 帮了点忙 他这才放过我 还传授了我很多用毒的知识 原来如此 小三 这半年来 你一直跟着独孤伯学独 魂力修炼上有没有跟上 你的伙伴们都是天宗之才 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 就很难追上了 你现在魂力是多少级了 三十七级了 三十七级 你说什么 你的魂力已经三十七级了 是啊 上次在天宗皇家学院 那位教委的压力下 我的魂力提升到了三十四级 后来在独孤前辈那里修炼 又提升了三级 独孤前辈那里 有很多珍贵的植物 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 最适合我修炼吧 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 看来我没有必要担心了 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就要开始了 说不定在那之前 你也有机会冲上四十七 到时候 你们史莱克奇怪 想不出名恐怕也难了 小五 你看谁来了 小五 大师 您来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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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五了吗 怎么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 都是我不好 让你担心了 那以后你不能再离开我了 就算要去修炼 也必须带着我 好 好 我答应你 哥 哥 你发誓 发誓永远都不离开我 嗯 我发誓 除非我死了 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五 你 小五也发誓 永远也不离开哥 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这一次我可不怕命 嗯 我的账 终究是要算轻的 谢谢啊